但也有坏的一部分 就是说我酒精或者是abuse 什么substance 或者是坏的习惯 或者是就成瘾 就把你朝这个另外一个方向去 天天喝酒 Don't worry 我也经常喝酒 我也经常喝酒 这就是相当于给您的大脑做了切片 这个叫勾 那这上面这个叫回 那你这个勾就特别深 大家不多这样 一勾回越深 说明暴露的皮层面积越大 就是爱因斯塔 那个非常非常的 就是玩起初位的什么 就是你的大脑多动脑筋的话 你的基础比别人多一点 然后这是我们的脑屎 很多水 对脑界循环本身就是做营养 同时也带走一些有害物质的垃圾 然后这边是涅叶的 涅叶皮层 对海马旁徽钩 这是一套体系 一套体系和记忆是相关的 中脑脑桥 眼随 控制你的生命全在这里 呼吸 血压调控 真是一个神奇的宇宙 在里面 对 你看这就是您的敬买 也漂亮 像水墨画 对 对 这个基本上就等同于解剖级别 好神秘 这弄打印出来不是一个当代艺术作品吗 对 这个挺好看的 对 后面那个也挺好看的 看动脉 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动脉 它不是一根直直的动脉 马上就冲上去 而是一个很多 我们有一个很多一个红膝部 就是九曲十八弯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进化 就是因为 血液并不是一个持续的供血过程 它是一个波动性的供血过程 它这种冲击式的这种供血 脑组织是长时间是受不了的 所以通过进化 一个红膝部九转十八弯 就把整个压力就卸掉了 这个进化要花了多少年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头纸什么都有 对 都有 主要是让你的 在脑子里面的血压比较恒定 对 就好像一个眼镜蛇 对 这个我们是红核和黑纸 如果得了那个 帕金森的患者 我们那个黑纸是脱湿的 你看不到这个 我也说了大概50%这个样子 对 我是不是浪费了医疗室 这个是专门做研究用的 关键不能为医学提供自己的贡献 太正常了 谢谢 没问题 谢谢你 脑子稍微有一点点萎缩 你也有稍微有一点点萎缩 就是你也有这边 萎缩是怎么回事 心中很恐怖 年纪大了稍微有一点点 对吧 到了七八十岁脑子萎缩的很小了 对 对 河头 这是 这是一个 我已经开始就摔退期了 没事 四老师 对 噩耗 但是 构会很深 所以你的潜力很大 你的脑子还可以用 太会鬼人了 哎呀 我缓一下 缓一下缓一下 休息休息 对 缓一下 喝点水 像我们就回到原点 比如七八年 你看上学的时候 当时国内对于这种 生活学研究啊各种 它是什么一个状态 在当时 七八年的时候 因为你之前提过 你听到一个周教授的 那个讲课嘛 周少池 对对对 当时有一个非常 他的演讲讲的的确是不错 他说这个是一个 last frontier 嗯 你是用你自己的脑子来研究脑子 听起来很悖论的一个 对对对 一个悖论嘛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用一个脑子来研究另外一个脑子 或者是用或者研究自己的脑子 嗯 然后周老师呢是一个苏联留学回来的 不愿意接触人的人 哦 他那个时候是做兔子的听觉实验 嗯 他有一个声音 咚一下 咚一下 然后你在脑子里面有个地方会寄到一个 咚一下电位 咚一下电位 他就可以寄到这个电位 所以我们就看到很神秘 嗯 后来我就鼓起勇气给他写了一个信 嗯 我说我对那个脑科学特别什么什么有兴趣 哎他正给我回信了 嗯 他说要打好基础多学好问啊 然后呢我就打定了主意 我一定要到他的实验室去做毕业设计 那个时候我就基本上决定了我要做Neuroscience 那时候有一个做一个科学家的某种自觉吗 未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就有这么一个role model吗 或者有一些朦胧的 嗯 但其实做科学家是很晚的事情 嗯 我我当时说老师我因为第一次高考没考上 嗯 所以我就想要要有一个Safety Net 就是找一个师范大学 然后再学一个生物 觉得这个好像好像比较冷门 怎么能考上 因为当时是为了 这么想的 对啊 当时是为了要生存啊 因为我是在下乡的时候 对吧 下乡的时候很艰苦的 嗯 当时呢我们在一个武士农场 就是在那个凤贤的那个海边 到处都是芦苇哈 嗯 它要在芦苇的这个盐碱地里面 把它改造成可以种庄甲的那个那个东西 所以呢我们当时呢就是说 叫做宁可做的干硬化 嗯 不让海滩长如花 哈哈 它就又就我们挖的挖河 它给你弄两立方土 你知道两立方土是什么 就这么就这么多 就这么多两立方土 好几吨种 嗯 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包产到户了 嗯 你自己挖挖了以后你自己挑挑了以后 你到上面去把这个土给弄上去 嗯 这个大概斜坡大概两百公尺 三百公尺这个样子啊 十七八岁的小孩子啊 你挑了这个担子大概两百斤重吧 一步一滑一步一滑 有时候就咯咯滑到了原点 再重新来过啊 嗯 它就包给你说 哎两立方 这个 呵呵呵呵 你干嘛 就在这个情况下哎 突然说 你可以高考了 嗯 哇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那你就只要能进哎不管了 知道吗 那种动力是逃生的这种动力 就是拼死老命 嗯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来 学习 第一年是报哪 没考上 第一年是我们上海机械学院 嗯 我觉得一开始我还挺高兴 哎 让我去体检了 那说明你分数过关了 对吧 结果后来 那个 说 就说我家里面不过关 嗯 所以呢就被刷下来了 所以第二年呢就更要 这样考的好一点才行 好 我其实也没考的特别好 嗯 但是我那个 考语文和考政治的分数 特别高 呵呵 后来就是靠这个语文和政治 把我拉上去 嗯 所以那个时候读书是 拼命学习 不是我一个人的整个这个 就是大家非常愿意学习 等于被耽误的10年要补回来 当时其实是分配的 也不知道读书好有啥用 嗯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还要学的更多 因为觉得这个来自不易啊 嗯 所以当时呢我就跟几个学习 比较好的人说 咱这个到物理系去写什么 电子学啊 到化学去去写什么 量子化学啊 当时也半天不懂的 但是我们就后来就碰到 这个周老师 哦 这就让我第一次接触了电生理 啊 你扎一个电极到脑子里面去 嗯 可以寄到这个 那个电位哈 是very fascinating 那么然后呢就专门是学了 这个什么巴弗洛夫的那个东西 就课外就读了很多这个 啊 neuralscience的书 当时那些学校都可以看到 science什么nature都没问题 呃 我们想办法吧 他他是有镜给教师可以看 那我们想办法sneak in 我们就 当时是不是意识到这个差距就已经很 非常大 哎 对 非常大 当时我记得我们不是有这么四大导师啊 什么这个未来重书啊 对走向未来重书 对 然后我们当时读的那个给我们影响比较大的 也就是这种走向未来 嗯 美国的学校是怎么样的 文化是怎么样的 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哇 有一个复旦来的一个一个老师 跟我们讲这个美国的rock'n'roll 我的天呐 这是黑呀呀的一片呐 哎他一边放那个什么kennie roger啊 什么的 就哎呦我觉得这个简直是 嗯 惊为天籁 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当时是拥抱文学也好 艺术也好 一切一切 因为整个社会气氛是个特别这个昂扬那个社会气氛 对对对对 而且是想跨过现在的这种不幸 赶紧奔向未来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呢想出国 嗯 想要拥抱新的文化 嗯 呃当年是首先是邓小斌说要恢复高考 后来邓小斌说要把人 送出去到国外去留学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响应就李正道 李正道 就说哎 我们要做一个叫Caspia Program 每年挑100个人 送到美国去 嗯 那这个是影响力太大了 到现在你知道中国的物理在全世界什么情况吗 嗯 超过一半是中国人 等于这个奖学金起了很很大 对一个是杨振宁的这个 杨先生的这个典范作用 对对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Program 嗯 到了83年 吴瑞先生说哎 你可以搞一个物理的那我可以搞一个生物生物的 嗯 因为你知道我这个是不被老师看好 是 他肯定不会选到我 他肯定不会选到我 后来就慢慢更开放了嘛 就是在震荡一大批 大家都在那里考 Compete 我就来弄一个自费流血 嗯 这里面全球华人生命科学家基本上都在这张照片里面超过一半的嗯是这个Program里面的人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了对然后呢后来很多人都回国了 对就像一个怎么说新大陆的历险计 说明科学啊大岛这种上去旅冒险就中国人这个群体里面的对对对 这个人也挺有意思 这对夫妇呢是最早进入中国做投资的但是呢他最后的兴趣是在脑 嗯 然后呢他有一次呢本来是想要把我recruit到MIT去的后来他说干脆这样吧他说我的我赚的钱绝大部分是中国来的他说我觉得我应该回馈中国就后来就是这个消息就走漏了嘛后来就是北大也来清华也来来争这个啊但是呢呃他不幸呃大概两两三年前去世了去世了以后他就把他的骨灰埋在我们门口啊真的他把骨灰分成四份一份在MIT 一份在我们这边一份在北大嗯还有一份在这个北四大他给了三个那个全是关于脑研究脑科学研究的都是都是马格文研究所对呃他有几个特别着迷的地方一个叫perception嗯就感觉到知觉他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对吧嗯然后呢还有他说人是怎么做决定的decision making他当时是讲了一个人跟人之间的打仗哈他说有什么仇恨嗯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他觉得很很很很fascinating嗯他觉得赚钱 不那么重要嗯重要是赚了钱以后能够帮助人类能够有这个对吧对自我的认识真是啊他认为对自我的认识其实就是对大脑的认识嗯 你这办公室做多久了我看看有2016年到现在蛮长的时间蛮长的时间哎然后这边这个照片可以看一下呢这个是我快要回国的时候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就给我送礼物嘛哎我一打开是这个东西就这个这个是一个俯瞰嗯啊就是我们这个NIH的整个这个一个俯瞰图俯瞰图 工作生活就是在这一块这块里面生活了呃14年我在这个生活了那个工作生活了14年记忆所以是最珍贵的礼物啊就是就是我就一直一直留着其实很多签名的人后来也逐渐逐渐回国了嗯嗯我是那个时候是第一个嘛当时那个就就回国了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挺感慨的看到人对嗯好我们去走走呗你不要带我去新华走走吗哎好 没事 纽约给你的记忆是不是很很深的不非常深那种巨大的差距带来那种焦虑感强吗那时候去美国不仅生活生活水平方面有巨大的差距然后包括科学本身这个你用的这个焦虑哈这个是几个嗯层面嗯第一个焦虑是生存嗯我们是中国第一批所谓的叫自费留学嗯我当时想要申请 加拿大因为加拿大有有亲戚有朋友哈嗯然后呢当时呢就出了一本special的一个science有一本special issue就刚刚分子生物学进入neuralscience very exciting那就请了大概12个科学家每个人写一篇当时饶益他说不行你要去申请美国我们就在这里面找每个人一个对我就选了那个人叫Aaron Black我就写了长长的一封信给他嗯一个月以后厚厚的一个envelope嗯上面写的 China 相海 北陆 这样能找到了嘿嘿嘿就就找到了就就就就就就寄到我的时候这个太神奇了就是其实就是没什么人跟你国外联络对对对就很容易找到你这样的人嗯他说我给你搞了一个tuition scholarship 他说你就来吧嗯哎我当时就读错了我觉得我有scholarship我就想我就去不要干活嗯刚刚到了第一天 人家告诉你说没钱的嗯我只是不要你交学费而已嗯平少我要给你钱了嗯我已经给你搞了tuition我对你已经狠嗯我一下子就笑说老师是这样子的不客气哈哈哈我一下子就觉得哦那咋整呢咱得打工啊嗯对吧第一份工是哪个各种各样的嗯就是我记得印象深刻的是一个什么功能你们想都没想到的 美国过去发会议的通知嗯是一封一封邮寄的嗯上面呢有一个东西是金属的嗯你要把它这个拎起来中间有个孔再把它翻开来嗯对吧你假如说弄一个两个无所谓嗯要用1000个把你的手的血都搞出来嗯你要做的嘛都全部给别人赚去了哈哈哈就穷弄啊弄弄了以后就那个手的指甲里面血都出来了嗯后来我们就一个韩国的女生比我高级节她说图书馆有打工了嗯那我就去申请 人家说跟我讲两句我听都听不懂所以呢人家就不要我呵呵我就跟他什么嘛这个是跟关系到深层嘛我就跟他什么后来他说那你就这样吧你就做最后一个就是在快要关门的时候拿那个麦克风说的library will be closed in five minutes啊然后呢我就穷练练了人家听不懂哈哈哈人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哈到了第三天还是第四天嗯有一个美国学生跑来跟我讲嗯好 你的英语是much improved哈哈哈太可爱了对啊但这段时间很短嗯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个教授嗯他需要一个实验室的技术员嗯这个国还是跟我们这个有关的啊呃他也挺挺generous的所以呢我就基本上解决了嗯生活问题那个最开心的比如在纽约最开心的记忆是什么 嗯 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这个概念 我 在conel 毕业以后就有点不想要离开纽约就是very enrich 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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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e 所以呃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 导师嗯他说好你不想离开纽约那简单嗯我给你五个人嗯嗯你去选 其中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讲二雷零零年等都被讲的那个 另外一个人,Columbia也是特别出名的一个人,两个都要我 我工作反正是很努力的,我们实验室可能是最努力的一个 然后呢过了一阵子,Paul Gringa他就跟我打电话 他说你来不来没所谓,但是我可不可以用你的名字 因为我们的Granton有一部分是要做细胞培养神经元 他说我们不会,但是把你的名字放上去,人家就觉得有一个专家 我想我哪一天变成了世界专家了 有confidence 就是因为他这个东西,我后来就决定要到他那边去了 他对你很重要,这个人真的好厉害 他就是这种人家叫charisma charming 那我就去他那边 去到他那边呢我才知道原来我那个实验室 我原来以为我这个实验室最好的,去到他那边 天外有天,山外有山 他那个实验室好大一个五十多个post 当然他那个学生跟老师的关系也是非常融洽的 有很多很多这个social的,不像我们现在老师上完课 其实更像那样学术共同体 感觉强 所以你就可以跟各种各样的人,尽管他很厉害 但是你也可以approach他,没问题啊 我就感受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文化 就是你突然感到什么叫贵族 就是那些教授啊,那就是贵族 就是他不是那种我并有钱 他当然也有钱 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叫Jerry Edmonds 他那个小提琴拉到可以在New York Philharmonic 但是他觉得我这做上一次 就是类似这样的人 一大堆,不是一两个,一大堆都是这种人 而且很多人是欧洲来的 他自己带了钱的 他带了Grant过来了 再有 会有那种,我觉得这种胶着吗? 因为那个世界你看到 你也很喜欢 你很欣赏那个世界 但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那个世界一部分 因为那是从小的一个成长大来的 会有这种outsider的那种胶着吗? 倒不是outside的叫做 我觉得是有一种proving myself 动力,变成个动力 对,就是我就想我就是要证明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be one of them,one of you 这个其实对我在那几年在post out里面是不好的 我没有意识到我每次准备的非常充分 就是我们在开Live Meeting的时候 但每次人到我的时候我都讲得非常好 就是数据有多,对吧? 然后这个 有点过度努力 对,过度努力 就是一定要证明自己 我是一个跟你们一样 从这个record上面是比他们做得好 我发文章,他们没发文章 人家有四年五年七年都有 那我只有三年我就毕业了 我就走了 后面的academic路很顺 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一段是缺乏的 就是你老是想要证明自己 老是想要证明自己 其实不是一个好事 对 比如说我问您 比如说大脑中的记忆是海马亭的一块掌管 那为什么说比如痛苦的记忆 其实时间更长 欢乐的记忆其实很短暂的范儿 这个记忆其实是一个非常fascinating的一个领域 就是从这个文化层面 或者从这个philosophical的这个层面 记忆是define who you are 是 而且不仅define一个人 也define整个社会 这个国家 对对对对 你选什么记忆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研究的一个热点 它的溢出呢就进入了这个所谓情绪 后来发现这个LTP这个机制啊 不光是在记忆在海马这个里面起作用 还在这个性人体管情绪的 还在这个里面起作用 连那个细胞分子的机制都是一样的 而且这两个东西还有相通 所以你可能自己有这个experience 凡是你有感情投入的东西 记得特别老 对对吧 对 特别是你有痛苦啊 有失恋啊 有这个熬油 这个你记得 你把细节都记得很清楚对吧 所以情绪对记忆的影响特别大 嗯 它也会扭曲你的记忆 让你的记忆变得 其实有些是不真实的 对把它浪漫化 对对对 把它浪漫化 你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嗯 其实真正的记忆 长期的记忆不在海马 海马是在形成 形成了以后 它是把记忆的元素分到大脑层 大脑层层大嘛 这个就是唐利高瓦 那个日本人哈 发明了一个超级聪明的一个办法 嗯 你比如说一个老鼠放到一个环境下面 啪给你一个电机 嗯 这个老鼠就记住了 这个地方不能去 这个地方是一个 危险的 有打过电机的 然后呢 它用一种超级漂亮的方法 把你这个电机的 这个记忆的这个细胞 给你标上了 比如说我一共标上了ABCDE 嗯 再分在这个大脑层层 然后呢你到了别的地方 我把你这个ABCDE的这个细胞 用一种光啪一下打亮 打亮了以后你就激活了 激活了你在别的地方 你也这样freeze 这个就说明你就记住了哈 是吧 也就是说明你的记忆是存在这五个细胞里 嗯 只要这五个细胞被激活了 嗯 你就你的脑子里面认为你已经是在这个地方了 嗯 对吧 也就是说记忆不是集中在哪一个地方 也不是一个什么结构上面的那变化 它是distributed在不同的地方 比如有一个管场景 有个管声音 对吧 有个管这个故事内容 到要的时候 一下给它组合起来 就是你的记忆 那如果是这样的 有一天都可以更细致的研究 那就操纵他人 不是变得很容易吗 对啊 对啊 是 但是我是觉得神经科学在记忆里面战果辉煌 嗯 就是遍地开花这个那个做的非常非常漂亮 嗯 但一出了这个领域 它就变得傻了 嗯 其实我们人最关心的东西 叫就是认知领域 这一次一出了认知领域 它就傻了 就无能为力 它这一套理论这种方法 全部没法用 而恰恰是这个东西 是我们人最关心的东西 叫就是认知领域 这个很多我们的日常的认知的这个 Deduction啊 judgment啊 Decision啊 大多数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嗯 跟这个大脑前额叶有关系 而且我们很多精神疾病 抑郁症 焦虑症 精神分裂症 哎 精神疾病 大多数跟这个东西有关系 为什么认知部分是 这么难 所以它更复杂的多吗 比记忆部分 大脑前额叶所主导的 认知的一个功能单位 既没有模型 又没有基因 嗯 没有那个行为的这个这个东西可以 可以 可以弄 所以这个事情就 就变得 很困难 你去回顾历史 每一个 脑科学的重大突破 往往是一个技术 突然来了 能够记录细细胞的技术 来了 巴 脑科学来了一个进步 哎 能够这个 磁工症来了 巴 脑科学又有个进步哈 它往往是这样的一个技术的那个进步 认知有很多 要创造新的工具 要创造新的模型 才能研究 所以需要很多人的这个努力 那比如说 刚才您看您七几年开始上上学的时候 周老师说这是个new frontier 我们现在对脑科学的探索 对 现在是什么一个阶段 我觉得哈 您假如一定要叫我说 那个时候说frontier 那是fantasy 偏偏小孩子的 就根本没轮到你的 根本就是你这画饼吧 你看我们生命科学里面很少有理论的 你算下来进化论算是一个理论哈 那个这个分子生物学这个这个算是double helix 算是一个一个理论 没啥理论的 没啥理论的 重大的问题基本上 没有解决 很多人会问我们的是 哎我想要知道意思是什么东西 嗯 我们脑科学家从来不问意思是什么问题的 那是一个禁区 嗯 不敢去的 你现在唯一知道的是 无意识是什么东西 深度睡眠的时候 嗯 你是没有意思不做梦的 没有意思 被麻醉的时候 你没有意思 你只能这样倒过来 你说哎这个是无意识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脑科学家是不碰意识这个 这个东西的 这个好像这个东西实在是太难了 现在才刚刚看到一点点苗头 就是美国的脑计划 它就在前一段时间前五年的时间 就create了很多很多兔 这个科学上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 一个科学 你看物理学量子力学啊 对 那个那个时候像一个爆炸一样 对 就是你有一群 群星灿烂 群星灿烂 对 我们这个脑科学没到这个分上 那我觉得可能我们要有一两个 就是 哈森伯克是要这样的 对对对 要有这样的人来 lead 一批 嗯 这个就是能够把这些工具用起来来回答 重要问题的大师 那那个时候你觉得 这个意识啊 灵魂这些东西可解释的吗 会有一天 意识 我原来是觉得意识这个问题完全不可 touch 而且我一看到某人说他什么什么什么 研究意识问题 我就stay away with 我觉得那个是要么就是心理学家 要么就是哲学家 要么就是骗子 嗯 现在我不这样认为了 因为自己的研究开始 哎 意外的touch到这个领域里面 嗯 就是我们也是做一个genetic manipulation 做一个老鼠把一个那个基因给knock out 哎我们就发现这个老鼠 你深度睡眠出现问题了 嗯 就很难进入啊 另外一个 你给麻醉剂的时候麻不倒 嗯 也不是完全麻不倒 你要用很高的剂量才能麻到 就是他有点不太容易进入无意识状态 嗯 所以 这个意识可能也是可以研究的 嗯 它是有脑结构的基础 它是有基因的这个基础 当然 我 能不能够真正最后弄出来 或者是我们整个领域能不能弄出来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给了我一点hope 那 那灵魂呢 嘿嘿 灵魂在哪里 对灵魂 有可能吗 我觉得哈 这个就慢慢 到了这个 relation跟philosophy的这个边界了 但是科学不断的在挑战这个 什么是生 什么是死 什么是生物 一个细胞 万一变成了一个人咋办 嗯 这个别的领域已经开始 接触到这些 嗯 philosophical的问题 但是在脑科学里面 这个还暂时没有遇到哈 还没有接触到这样的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科 嗯 我们其实越做科学 越觉得科学 它是有边界的 它有些事情 它没法解答 是 那时候你对诺博尔奖有期待吗 啊 那时候你对诺博尔奖有期待吗 诺博尔奖总是一种 就我们不会去说这个话 我们会说实话 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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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我们会评论某个人说 他的工作 答案没达到诺博尔奖的水平 嗯 然后呢是第一个 那么其他就是很多是一个偶然因素的 嗯 就是科学上面你会有一个追求 嗯 倒不是什么得诺博尔奖 而是说你要做那种水平的工作 那就可以有legacy 嗯 就是你怎么形容自己的ambition 比如那时候那么要证明自己 其实ambition的一个另一种表现吗 对ambition是有套路的 那么有套路的套路 大家也知道 我该有的东西 我这真的是很快很快都有了 嗯 然后呢后面还要有很很强的人来promote you 嗯 那你就很快进入美国的院士 对吧 当然也要有一定年份的积累哈 那我的确是做的挺不错 就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会议都邀请你去讲 嗯 很多杂志叫你写review 嗯 那就说明你的工作已经到了这个水平 你要可以要总结了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 我也我也可以体会现在的那个教授哈 嗯 就那个时候我其实是 是被drive的 你也知道该怎么做 哎你就拼命做 做了以后比人家好 其实挺幸福的 某种医生 对 你说挺幸福 嗯 但是做到一定程度上 你就觉得 so what so what 对吧 所以要问自己这个 对 对 因为被这种荣誉啊 地位啊 就driven 所以你很多时间你不是给自己活的 嗯 你就觉得peer很重要 所以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是 嗯 就是其实不是一个自由的人 不是一个自在的人 嗯 嗯 嗯